哎哟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Ryan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app creation 这个software 他是可以在你的电话遥控你的电脑 要去操控remote你的电脑啦 所以在以前啦 如果你需要做一个remote desktop 就要从外面access回来啦 你要在你的router那边set一些东西啦 然后要在电脑set一些东西 然后你才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所以变得蛮麻烦的啦 我觉得 然后到现在啊 其实Google 他这个app creation是builtin在Google Chrome了 其实他不讲builtin啊 就是你只要而外去到输这个extension 去让你Google Chrome有这个功能啊 然后你要在电脑在你的desktop 就要到输这个功能 OK so 像我用这个app 这几天啊 我觉得在家里内网来讲啊 如果有人在楼上 电脑在楼下 他是很少会有 延缓就延迟的问题啦 我在电脑播放影片 然后我电话是streaming嘛 就是streaming到我这个电话那边啦 remote这个电话 所以就 你会觉得可能会有延缓 就四根声音会有那个延迟的感觉 但是呢 我当天就 我有试过啦 就是 当下把电话萤幕在这里 直接看我的电话萤幕 再看我的电脑 是完全声音跟 就是萤幕啊 的那个画面是同步的 所以简直来讲 会delay还是讲啦 我暂时在内网使用到这样子 然后在外网的话 其实access回来是比较感觉没什么东西 也是感觉跟一般 像team reward啊 然后and index 和application差不多 但是你就要那种就选 你loginID啊 login这个那个咯 所以就要 然后也要经过他人的 给你密码 你就可以access进来 google chrome的这个 extension report desktop 就完全不需要 你知道 倒入了个apps 再电话 倒入在电脑 然后你就直接 login同个email 然后你那边就会秀出 电脑的名字了 所以就蛮方便的 ok so 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用啊 这个sofair so我们 四不一时五转去屏幕 我去叫你们这样 倒入这个software 然后在你们电话 这样install这个东西啦 首先我们来到google chrome 我们type一下这个网址 或者是我的link 我们下面的description 我会写这个网址 它是remote desktop.google.com 或者是直接在google search里面 可以用这个google search remote desktop google.com 五个它就会秀第一个就是了咯 一般它会带你这个来 这一页 或者是如果你们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看到这一页的话 你们不要怀疑 也是对的 只是你们按上面这个remote access 它就带你到这一页 然后这页过后 你就需要按这个download了 download 按了 它来到这个画面 你就需要add你的google chrome add to google chrome 因为它是一个expansion来的 所以很快吧 一些add它就好了 so after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电话里面 做接下来的setting 了啦 如果你按这边的话 它也会直接跳过来这边 你不要讲到网站 突然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是看电话的方面 so after我们 so after我们手机 你看到这个应用程序 就是拍google的啦 so after you install google的那个software 所以打开它 google remote desktop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电脑了 电脑就在那边啦 这是我的desktop 然后一按了打开过后 它就自动连接我的电脑啦 就我 所以你看到荧幕后面这个电脑 这个电话后面那家的荧幕就是我的电脑 所以它就会自动进入remote的状态啦 所以你看到这上面一个screen 下面一个screen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screen so它也是 我电脑有多少个screen 它就会replicate出来咯 然后我可以打痕 打痕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就是我的youtube channel 的那个screen 在这边 我可以做任何的button按了 它就会马上秀那个东西出来啦 所以我先停这先 然后我先回来这个屏幕 所以我要做一些比较像 比较普通的像放大 我先给你们看这个start button 它的延迟啦 按了 它就会出来 按了出来 按了出来 OK算是蛮快的啦 然后 呃 像这个 我现在已经开好的app collection啦 所以我一打开 它就跳出来了 就在这边啦 你们看到这个screen 因为它的apps就在这边 其实蛮方便的啦 因为我screen毕竟是这么小 所以电脑螢幕又大 然后我开一下google chrome 像我刚才看到的youtube咯 这边 然后我可能要开一个testing 再看 按了就出来了 所以 像可能我要开我直接看过的youtube video 像 你们讲会不会delay是不是 很多人会讲delay还是怎样 所以我打开youtube 点击了youtube 它就loading了 然后 然后我就可能开一首歌 像这首歌 so电话 那边都是跟电脑 所以同步一样的东西啦 只要我声音有开的话 可是这个音乐也会感觉不到什么 像雷 可能音乐方面 也比较难看到 有什么差别 像我们可能看一些影片 然后看这个 靠这个影片 所以 这个就是我电话 电脑里面播着 就我电脑里面播着video 但是 我 你听个回音是因为 我的电话里面有播同样的东西 就变成了 我电话里面有播一样的东西 然后电脑播一样的东西 所以 它两个同声音是有回音感觉 是这样 因为两个同步嘛 现在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教学啦 所以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结束的话 喜欢就一键三连 点赞 分享 留言啦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或者这边的订阅按钮 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啦 已经订阅了朋友啦 别忘记打开小铃铛啦 然后 我们 下支影片见啦 Peace 请不吝点赞